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我們都知道6月30號 就是霸凌連署的最後的dayline 現在開始只剩5天 這5天就是最後的衝刺期 衝刺期的目標要衝多少份呢 現在最新衝刺最後2千余份 2千份就超過門檻了 而在這2千份的過程中 就插那零門一角 非常多的台派新台派都在敲碗說 民進黨咧 民進黨你還在納糧嗎 民進黨你還在榮樹下成糧嗎 民進黨真的不言了 民進黨決定零門一角由民進黨來踹 為什麼呢 現在包含鄭文婷 包含張浩瀚 包含洪生 民進黨在即的議員都直接說 我的服務處就來幫這個霸凌的來連署 尤其是你看一下張浩瀚的服務處直接 給我擦旗子啊 罷免連署戰 要參與拆糧 我昨天看到這個圖我就知道 民進黨絕對會有動作 果不其妙今天一早 民進黨跟國民黨同時召開了記者會 民進黨召開記者會 說什麼呢 市長變強盜被告謝國良丟 基隆人的臉 可是民進黨在這個霸凌行動不缺席 國民黨當然感受到民進黨的來勢洶洶 所以今天一早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 國民黨也召開記者會 國民黨召開記者會叫什麼呢 三大理由勝訴 法律認證 東岸廣場 為市場 所以呢 在最後的最後最後五天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不言了 國民黨呢 叫強力護衛謝國良 而民進黨呢 請全黨之力 嘎下去 就是要讓連署過關 所以在這樣狀況之下 謝國良的小命保得住嗎 我坦白講先打個問號 畢竟過二階段連署不代表罷免成功 可是現在更嚴重的事情 就是今天民進黨召開記者會 市長變強盜被告 謝國良丟基隆的臉 這怎麼一回事呢 謝國良能不能挺得過罷免案 這是一回事 晚點節目我們分析 可是司法的案件 竟然在突然之間就升溫了 這個是今天 這個是昨天自由時報的新聞 基隆東岸商場產權爭議 謝國良由他治案轉真治案 被告偵辦 大家都知道他治案轉真治案 表示警方握有一定的證據 有一定起訴的可能 才會由他治案轉成真治案 變成被告 而對於謝國良來說 難道只有一個案件嗎 不好意思 現在有三大案件 第一大案件 因為謝國良涉及電動機車發放 東岸廣場以及垃圾灰杯主力 謝國良被列為三大案件的被告 其中東岸商場一案 由他治案完真治案偵辦 所以我的意思是 對於謝國良來說 挺不挺得過罷免是一回事 他現在同時升陷三大案 第一大案 當然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Net東岸廣場點交 涉犯強制罪 這是真治案的被告 第二大案 大家也熟悉 就是謝國良答應 我要發哥哥羅嘛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不發哥哥羅 改發其他廠牌的電動車呢 裡面有沒有涉及土利罪呢 地檢署分他治案偵辦 將謝國良列為土利罪的被告 可是今天有個新的案子 倒入我們的眼前 這叫什麼呢 垃圾灰飛處理 涉嫌土利特定廠商 這個案子比較複雜 簡單來說 在基隆垃圾灰飛 就是燒過垃圾的灰燼 要到掩埋廠 過去15年來 都是由同一個掩埋廠承包了 結果呢 在去年的時候呢 2023年5月 時間到齊了 這個掩埋廠說什麼呢 說既然過去都是由我承包 現在我希望能夠續約 這個續約我開架是美工隊 一萬兩千元 現在的行情約莫美工隊是兩萬元左右 可是跟內特的廣場是一模一樣狀況 原本的廠商開架比較低 可是謝國良偏偏說 我不跟你續約 謝國良找了一個什麼呢 找了一個位於高雄的處理廠 以美工隊兩萬五千元來得標 哇 你基隆在地的廠商說 美工隊一萬兩千塊幫你處理 你基隆政府說不要 我非別要找兩萬五千元的高雄來處理 發生什麼事 一 每年垃圾處理費多三億 二 高雄嘛 運費 我從基隆開車到高雄的運費 由基隆市政府自行負擔 三 又是回饋金 原本基隆的在地廠商說 我願意給你回饋金 現在高雄的沒有回饋金 這難道又是一場新的弊案 又是一場如同內特東岸廣場的翻版嗎 晚點節目也會跟大家討論 所以對於謝國良來說 逃不逃得了這個罷免案是一件事 司法能不能過關 又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事情 而且國民黨現在要出見招 國民黨要出怪招 國民黨這樣說什麼東西呢 牛許婷說 哎呀 我們認真要修所謂的選罷法啦 這個選罷法是我們黨內大多數的立委 都認為現行機制不合理 所以呢 選罷法很激行 要把罷免門檻調高 哇 這一番話簡直點燃了所有人的怒火 你們今天國民黨亂搞 你們今天藍白亂搞 那是你們家的事 可是我們公民該有的權利 應該是行使罷免權 如果今天連罷免權都被藍白聯手沒收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這麼多精彩內容都在今天節目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立法委 中嘉賓 專長病委 你好 真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資深理工男 黃創下 專長哥 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民進黨政委執行長 王一川 阿酸 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國民黨立委 岳仁志 袁志 你好 大家好 第五位是民進黨發言人 吳征 吳征 你好 大家好 最後一位是桃園司議員 于北辰 于將軍 你好 大家好 好 進入桃園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一大早 國民黨跟民進黨 仿佛是約好的事 不約二同都召開記者會 國民黨說謝國良 市長變強盜 變被告 丟進基隆人的鏈 而國民黨說什麼呢 不好意思 我們三大理由勝訴 法院認證東岸廣場為市長 這些罷免的人 是沒有正當性的 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 終於短兵相接 狹路相逢 勇者勝 到底謝國良罷免 能不能過關呢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民進黨大動作開記者會 正是因為基隆市長 謝國良強闖難商場 如今被檢方列為 曾子安被告 強盜市長 國良標臉 民進黨基隆市議員 痛疲謝國良 從推行公益電動車 方案毫無配套到強闖商場 種種行為讓基隆人 光榮感不在 一個身為被告的市長 讓基隆人失去了 這個市政的光榮感 市長對於議會所 可以給予的一個建議 甚至是說市民提出的一個反應 他完全不在意 我們要政策當中 累積了一個憤怒 綠營痛疲謝國良 荒強走板 而另一頭國民黨則反擊 主張基隆市府與大日公司 法律戰勝訴 罷免行動沒有正當性 司法判決有一個更清楚 還給謝國良市長一個公道之後 民進黨背後一深夜 還繼續的去做罷樑 連署的操作 林佑昌 不要在背後煽風點火 鬼扯一堆 他做了超越了民事糾紛本身 的另外一件事 這件事情就是強行闖入 市長真的是要自己 之所進退 他其實應該要自行請辭 加台 他治案轉為真治案 並不代表檢察官已經認定 市長設有罪嫌 也可能不起訴處分 而如今謝國良 不只有東岸商場官司 加上電動車及徽宅案 遭移圖利特定廠商 共計三案列為被告 罷免第二階段 進入倒數衝刺階段 距離達標只差兩千多份 教室議員也宣布收取連署單 如果收件 這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這也不是一個政黨的行動 謝國良從官司到罷免案 本人低調再低調 倒是藍營跳出來幫忙拆彈 來綠對抗也讓罷免聲浪再加尾 吳正大家的關心 拆糧行動到底剩幾份 現在剩兩千份 昨天晚上六點的統計 今天一定會更接近 這個連署人沒看 沒錯 可是非常多台派新台派都會 民進黨什麼時候踹那臨門一腳 剛剛戴瑋莎還說 這都是個人行為 不代表我們政黨 可是五輪如何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 你們終於開記者會了 不是 謝國良自己冷處理 因為他丟起來 想說不發生 會不會這樣就敲敲就沒事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 包含我們民進黨 包含國民黨 現在都全力把焦點對準謝國良 短兵相接了 沒錯 所以不管謝國良自己願意不願意 冷處理熱處理 他終究是被推到風口浪先 被你們熱戰了 而我們要嚴格的檢視他的市政表現 所以來看我們今天民進黨開了一個記者會 叫市長變強盜被告 謝國良丟機動的人臉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就先講他最近這個電動機車大撒幣了 好 我們發言人戴偉山就說 謝國良在整體預算沒有願景的狀況下 大撒幣27億元 大放送電動機車引起民怨 那可能有一些市民朋友會覺得說 27億元還好吧 例如說如果我是駐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一年1600億預算 27億還好吧 但是大家知道 基隆市政府一年的總預算是多少嗎 多少 240億 一花花一成 對 所以27億就超過10% 但是你電動機車再怎麼送 就算送1萬台 基隆市總人口37萬 你只能送到大概3%的人口增長 所以你超花超過一成的預算 最後只讓3%的人爽到 很顯然大部分人拿不到電動機車 是不爽的 而且人沒有長遠的規劃 就成為大撒幣 所以這個是對於市政不滿的部分 再來民進黨 我們的市議員張浩瀚就講說 哇 謝國良 市議員大被大家覺得是強盜市長了 因為他已經正式因為強制罪 被列為真治案的被告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非常傷基隆人的城市光榮感 對 對不對 基隆人出去大家啊 串個門子就被強盜說 你們市長下面是強盜 好像沒有印象中 沒有看過市長在被當強盜被告了 很感謝 好 那但是國民黨就要努力的 未來為謝國良護航 幫他講他的好話 所以國民黨今天也開一個記者會說 哈哈 你看我們這個官司勝訴了吧 早就說這個東岸廣場 根本就是謝國良完全站得住腳 但是事實上這邊有一個蹊蹺 是說因為事實上 最近謝國良勝訴的官司 是基隆市政府跟大日的官司 而不是跟真正重點的Net 我們在講強拆門強迫門的Net 事實上這個官司還在進行中 對 所以這是看到國民黨很急著 想要幫謝國良 拖出現在這個罷免的泥道 從時呢 我們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李彥秀 還講說 這個民進黨不演啦 你們這麼急著來想要罷免謝國良 是不是想要來遮掩林佑昌的 市政不利的表現呢 所以國民黨意思是說 謝國良市長當太好了 每多當天林佑昌的臉就難看一天 所以會把它罷掉 但事實上民進黨 我想我們也不會這樣想 因為謝國良鬧這麼多笑話 你當越久就越顯得林佑昌做得好 沒錯 所以這是政治攻防的部分 非常激烈 所以我們看到謝國良 不只現在政治上是深陷泥道 在司法上也難以脫身 所以現在來到最關鍵了 罷免的連署 現在剩最後一週全力衝刺了 已經可以看到終點線了 最後剩一個禮拜時間 還差兩千份 所以我們看到 哇 很多人跳出來了 包含基隆的張浩漢議員 剛看到 他要說我的連署站 來開放大家收連署書 連署書可以拿到我的服務處 那這個基隆的鄭文廷議員 也說 本服務處七日起提供 霸良連署 民眾連署 沒錯 你們要連署 就來我的服務處連署 那另外洪燊有議員也說 身為基隆的人 我有責任 所以呢 連署書也可以來我的服務處提供 你們請朝而出 事實上這個在最後這個禮拜 不能小覷 因為你看只差兩千多份 對啊 那事實上 基隆在民進 民進黨在基隆市 總共有十個議員 所以如果每一個議員的服務處 都開放收連署書 那個七八十份就夠了啊 沒錯 那這個進度會是非常的快 好 所以現在雙管齊下 兩路大軍 除了我們議員的服務處 在收連署書之外 看到山海公民霸梁行動 現在最後一個禮拜 全力在基隆遍地開花了 包含各地這個 人山路啊 小流美房 土地公廟啊 你看這就發揮了他們 這個機動性深入民間 所以事實上 包含在收連署書 最後一個禮拜全力充斥 宣傳的 這個連署書的過程 是非常符合基隆該有 比如一個議員會開服務處的方式 就是市區這邊一定比較密集 沒錯 然後比如說這邊議區就兩個 然後這邊議區 中正區就一個 西議區就一個 然後這邊就一個 就它完全符合選舉的要素 事實上很明顯是照著 人潮密集的方向走的 在這個最密集的商業區 東岸廣場這邊看到連署站 也是最多的 就是廟口那邊 沒錯 所以看到不只是最後組織面 全力進攻包含宣傳面 這個是我們的好朋友 劉宇四叉貓 他說基隆拆糧 哇 刺殘貓也去駐鎮 用高壓水柱洗牆壁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 非常有創意的 非暴力抗爭的方式 用高壓水柱 沖洗這個很髒污的側牆 上面就會留下清晰的字樣 很多人不懂說 到底怎麼弄 這就是高壓水柱 對不對 這個就是板子 為什麼要把板子弄在牆上 然後高壓水柱衝 就會衝出一個乾淨的 罷免國糧基隆藥牆的字樣 對 事實上它就會形成 類似噴漆的效果 字就留在牆面上 但是如果警察要來抓 還真的拿你沒辦法 這個字自己就會消失 他是把牆洗乾淨 對 而且我就 洗牆 我幫市政府洗牆怎麼了 只是我洗出來 有一些形狀 罷免國糧的形狀 對不對 總不能說 我洗牆還要洗成規定的形狀 對 攤漆違法 洗牆沒有違法 沒錯 所以現在看到 基隆市政府 借國糧是非常困擾 所以事實上 到最後現在罷免 真的進入最後一個禮拜的熱戰 我想短問一下葉原子 因為我有點不懂 為什麼你們一直在抱怨 或甚至一直在攻擊說 民進黨介入了 民進黨不演了 你們今天召開記者會 還說什麼呢 說秘書長林又昌 那是民進黨 民進黨 下指導其民進黨議員協助充電署 證明罷免謝國糧的公民團體 滿滿都是民進黨的痕跡 為什麼你們在乎這件事 因為民進黨應該有眼 你記不記得當時民進黨說要 那些公民團體 要罷免謝國糧的時候 當時我們基隆市的主委 還說你們如果要罷謝國糧 我們就罷你們的議員 那時候民進黨是把我們主委 罵狗血淋頭 政黨怎麼可以推動罷免 罷免是公民團體的權益 結果到現在民進黨介入罷免 他就當什麼事打臉 怎麼樣 介入怎麼樣 因為政黨是競爭不是鬥爭 好 我就知道你要講一句話 那葉韓子你先暫時回到這邊 葉韓子說政黨介入罷免是不對的 因為政黨是競爭不是鬥爭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特別準備好這張CG 接下來還3Q公道 等一下問余將軍 欸 這3Q最後要被衝刺的時候 許巧心陪3Q團隊去掃街 羅志強3Q出發 台中人加油 把萊豬立委掃進垃圾桶 那這兩個是小咖啦對不對 來 江啟臣 顏寬恆 直接說擔任3Q的一公掃街 3喔 刪除了3喔 然後呢 3Q吹票 江啟臣 這個是謝永介 然後這個陳玉珍一起合體掃票 然後呢羅志強還借超大型宣傳車 竹立倫還下鄉接獎 所以我想問余將軍 欸 國民黨也是說什麼民進黨介入這個東西 是政黨是競爭不是鬥爭 國民黨才是最愛介入罷免的政黨欸余將軍 因為政黨會不會介入罷免 選舉是一定會介入 因為要選嘛 要超市 罷免政黨如何介入 我要告訴大家 第一個提案 提案是由市民提案 市民提案十分 百分之一嘛 對 那個門檻不高 百分之一提案 這是來自什麼 來自市民的不滿 對 對於市長 或是對鄭志榮不滿 他提案 提案過了後面有一個非常痛苦的歷程 叫連署 10% 百分之10 對 這百分之10如果完全靠公民的力量 我講句實話 不好達成 不是 我這樣講好了啦 你今天政黨介入又不是說我介入買票 我有很多政黨的支持者希望可以丟連署說啊 重點 重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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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議員或立委會介入罷免是一件兩難的事 因為我罷免你一定會罷免我啊 對 那為什麼要介入選民的壓力 對 就是服務處會接到非常非常難以訴寄的選民 你們在幹嘛啊 你們在幹嘛啊 你如果不介入 你才危險 我跟你講 正好 我要講齁 這才是 你軍黨再怎麼樣 還是在地的議員嗎 我跟你講 在地的議員敢跳出來 我本人是佩服的 對啊 為什麼你知道 欸 跟我切身有關欸 我爸市長 那會不會有市民來對我們 有說我也要罷免你 對 所以在地的敢跳出來 我說他承受了非常多選民的壓力 他才會跳出來 是 那至於說 台北跑到台中啦 台南跑到台中啦 去罷免3Q 那個叫做什麼你知道 那叫做打落水狗啦 對 那我跨區打嘛 對 干我什麼事啊 議員只都抱怨 台南的立委為什麼要來罷免板橋的立委 而且是發起喔 那個時候應該已經是成案了 成案了 這已經成案了 對 那就到最後投票了 對 你要跨區去踹人家一腳 那就是踢爽的 對 基隆這個在地的議員敢跳出來 支持罷免市長 我個人是佩服的 對 因為這要很大的勇氣喔 對 這傷敵你也會自傷 你等於是沒罷免成功那個 那個借國良的時候 未來你的服務都不用做了 沒錯 你會有後座用力 政府一定封殺你嘛 你會有反作用力 對 所以我說這是沒辦法 為什麼 選民的壓力太大 最後我講喔 你連署能過 還有最後一關就是投票 唉唷 投票如果沒有政黨支持 不會過的 不會過的 絕對不會過的 所以我講嘛 為什麼到了連署過關之後 投票會變成政黨對決 尤其是謝國良本身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會不跳出來護謝國良 如果國民黨不跳出來護謝國良 謝國良你可以退黨了啦 對 他一定會護他 那國民黨跳出來護謝國良 那請問公民團體 他不能找民進黨嗎 他不能找民眾黨嗎 對喔 當然可以啊 到了後面的投票 必然是政黨對決 重點就在於連署這一關 如果最後臨門一角 這些公民團體 他會去求助民進黨的議員 為什麼 就差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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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三月份開始喔 各位你不要以為這個山海拆良是最近三月份開始 五月份 六月份 如果沒過就功虧一虧 白完了 是 所以這些公民團體他心中第二階段的連署 他的動力是什麼 仇恨 是仇恨 他第一階段是不滿 第二階段已經升華到仇恨了 對 如果這個仇恨沒有讓他連署通過 你想想看這些人 回去在午夜夢回首 就差那麼一點點 怎麼辦 找民進黨的議員 這些議員他能不收嗎 他能不接嗎 也得收 他不能不接 不接他會被選民反斥 如果進入了第三階段 那必然是藍綠對決啦 必然是藍綠對決 那麼請問民眾黨到時候的角色在哪裡 民眾黨一定包牌 對 就是都可以 民眾黨就是我不贊成這種報復性的罷免 對 但是你要投票也可以 對 就是包牌 但是我講罷免的事情只要一沉案 只要一沉案 這個對於執政的這位市長來講 心中的壓力絕對很大 對 剛剛你講的好 說如果這個罷免如果沉案的話 謝國良心裡的壓力一定很大 我跟大家報告 你以為罷免壓力很大 沒有 司法的壓力更大 哇 如果一個人有案子喔 你真的睡都睡不著覺 阿傳 現在除了這個所謂的 戒息接管基隆東岸商場操控 涉犯強盜隊謝國良 轉曾治安被告之外 阿傳你說 你看完了 他有三個案子都很嚴重 就法律上來說被告 你如果去用告就叫做被告 對 所以被告沒什麼遺憾啦 沒錯 今天看你不爽 跟你告你就是被告嘛 沒錯 問題就在這幾個字 轉列曾治安被告嘛 由他治安轉為曾治安 對 所以這個 公安商場這件事是這樣 今天國民黨出來去記者會說 你看那謝國良的反應就破功沒事情了嘛 對 北京市政府沒什麼 那是叫另外一間公司 叫做大日 我們現在在說的都是內討 對 內討就是什麼 同那個什麼 和約教的那天 直接警察官農門 對 要把它加掉 警察全軍衝進去 那人就說他叫做強盜罪嘛 對 強盜罪 現在去用告的就是這條嘛 叫強制罪 法律上的名字叫強制罪嘛 拼命也一樣衝進去 沒人家電交 或是要什麼驗疏 或是要什麼接管 是拼命的 對 沒那麼急啦 天亮再弄都可以 為什麼要遜雷不及言而 扶曉出擊 對 沒有在檢調連 在全面搜查 對 所以這件事現在去用告 告現在有多嘛 強制罪 第一案 第二案是電動車 這一題一開始其實我就有發現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這個合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政府要招標 你去買車要怎樣的時候 一定要招標 你可以一次得標是很多廠商 那個叫負數決標 是 就是說 我現在開一個條件 你們三個兄弟都來 來了呢 因為為了加以騎這個光陽的 為了加以騎這個總罰 為了加以騎高高樓對不對 我們民眾自己會逛啊 感覺這個光陽的 看起來比較遠遠的就是遠遠的 總罰看起來高水的去頂總罰的嘛 高高樓比較趴 高高樓比較趴 出去騎的時候比較趴 我可以選高高樓嘛 重點來了 為什麼就是這幾家 台灣除了這三間沒有百間了嗎 沒有 而且一開始高高樓沒有在民單 一開始為什麼排除高高樓 只有光陽跟中華 這個為什麼會被查很簡單 就是找這些公務員來 除了環保局來說 來 為什麼只有這兩家 誰要求這兩家 誰要求 是局長要求 科長要求 還是誰要求 你們怎麼會找到這兩家的 對 因為現在台灣在賣電動機車的 不是怕他們而已 所以這個一定會被查 就是說土利 就是這件事很奇怪 就是說謝國良選前信誓 淡淡說我要發哥哥羅 對 到底是什麼動機 讓你選上之後 你違背你對選民的承諾 這壓力很大 裡面是你真的覺得 光陽跟中華更適合基隆人 還是有不為人知的動機 讓你給光陽跟中華 如果有不為人知的動機 就叫做土利特定廠商 好 重點來了 他不是有1.0 2.0嗎 現在跑到3.0 對 3.0又回到哥哥羅 3.0又有哥哥羅 對 這個決策公務員 有去簽了公務 這公務員 他要去用教育 說來來來 為什麼到3.0會跑出哥哥羅 是誰指示3.0加哥哥羅 對 這公務員大家要說了嘛 跟市長說的 是 處長說的 是位emer的 三位人說的 才會是這個案子的重點嘛 對 好 第3個案子 就是這個灰灰的塊 這些幾 bone很難 Chest 灰灰就是 灰灰 灰灰灰 сиг 灰灰有這麼難嗎 灰灰有這麼難嗎 灰灰 死 灰灰 灰灰 還要復 Kathryn 這就是油蒜水後 因為 vous 怎麼你一根 昇光廢去 可是他有點絲 ب 零熟了 固體的東西 固體的東西 所以他現在就要把這個地方做一個處理 好 這個案子是這樣 我先從這個黨署長開始說 這個黨署長叫陳兩船 對 他當時這堆是他的 他本來是要去別裝 所以當時他當時要去別裝 他當時這堆好好的時候是要去別裝 當時是因為雞人是那個市長叫許財利 許財利說不要啦 你只幫我做 幫我做園埋場 他就去做了嘛 我跟你說 當時這個園埋場也很多錢 射拖地獲取好不好 拖地獲取 什麼什麼設備都他去投資 投資後到今年 合約告期嘛 15年 15年告期嘛 15年告期的時候 雞同士這種可以跟他續約 也可以不跟他續約嘛 對 那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這間如果是說現在在做 做到你不要叫他續約 他一定出很多事情 做得不好 大家很不爽的好不好 雞人記很多缺點 不要叫他續約 問題是你不跟他續約 你在找另外一家 照標的時候 這家條件要標不然原來好 要嘛 就是說你這間這麼貴 我現在卡廟搞我 要幫你續約 我要叫你這間 跟繡個續約嘛 雞人市政府就去照標 結果本來 人家一檔是一萬兩千塊 現在標稅叫二萬五千塊 對雞人這麼貴 一倍 全部都在去高雄 等一下 雞龍就地的遠埋場 幫你埋了15年的垃圾 這15年我只收多少錢 我每頓只收一千四 因為給誰15年前簽的合約 沒想到這幾年垃圾費清除了費很貴 他摸摸筆就算了 現在一頓兩萬 他現在只收了一千四 合約到期想說媳婦熬成婆 他說算了啦 大家都有交情 算你每頓一萬二 謝國良不賤 改成兩萬五千塊的南霸貼 在哪裡 在高雄 好 現在問題是這個第一價錢嘛 就是說 這個雞人這個還有辦法收 抱歉 這個陳良傳言公司說 我們還有很多的空地可以收 對啊 還沒用完 他說這個地這麼大 他敢用一部分嘛 他說另外一部分 還有11公頃可以收 還可以收嘛 謝國良就是不賤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你不賤就不賤了 這塊地謝國良 就跟陳良傳言公司做什麼事 你知道嗎 他說 你當時這塊地 是因為是要用這個灰灰 然後我讓你用 現在因為你沒有要做灰灰了 所以這塊地 我就把你變更了 他還敢操佳滅族 他說這塊地 我問你 陳良傳言公司 他這裡沒收雞人 他有機會收姓伯的 對啊 他可以把姓伯市政府說 不然 宜蘭也可以 你現在沒有了 所以我這塊地 要把你變金 讓你做火火也不要 我先講 陳良傳 是三重成家幫第一代 他不缺錢 他當時 是誰 是取財力 拜託他 幫忙倒收垃圾 他來把他家 這個原本這個地 他原本要蓋別墅 要養老的 拿出來挖成垃圾場 因為現在謝國良不跟他續約就算了 還找個比他貴的 而你比他貴就算了 還在高雄 這都算了 現在把他地又要給他變更 那不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嗎 那你不是逼他出來抗議嗎 我都87歲 你給我衝幾粗 我說啦 這陳良傳 這什麼人 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你現在不要讓他做 你再把這塊地 再把他變成說 他也不能做 然後變成公園還什麼的 對 所以這件事情看起來就 謝國良你到底 為什麼 搖賣 把這件事這樣 滾下去 那這林伯先生說這句話說 那為什麼要留在基隆 就都再去 高雄 再去高雄就好 對啦 你當然也能這樣想 好 這樣以後 你們基隆的什麼本舍 都不要去跟別人想 別人的本舍也都不要來我們家 大家都以臨為貨 對 大家都以臨為貨 我們家都不要燒 都嚇起來 比如說屁東的都不要燒 屁東的都起來 台北燒 有人這樣嘛 對 你要付那個運費 對 這用得好好的事情 我先再講一遍 如果今天 這個新的 這原來的公司是一噸一萬二 結果這一家公司說一噸一萬 比如說如果說一噸一萬 那基隆市政府說 阿朗這個燒也有 問題是你還比較貴 而且所以每年要多三億 對 這根本就Net的翻版 對 所以謝國良這一段期間 所有事情各位記得 都跟廠商有關 這條也廠商嘛 對 Net大日什麼廠商 電動機車什麼廠商 對 楊寶貞做代言人 他投標是不是廠商 對 謝國良這陣子所有 警察出來的爭議 都叫廠商有關係 是非常謝謝阿川 謝國良真的很奇怪 他現在所有爭議 都是跟廠商有關係 這是阿川講沒有錯 所以謝國良到底會不會 除了Net之外 還有電動車之外 現在又有新的叫做 所謂的垃圾飛灰的掩埋 有土地特定廠商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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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